接下來的話,我們一樣先把上次上課的重點回顧一下 上次的話是第六次上課 第六次上課的話,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大概針對 其實就是兩個題目而已 第二位的第202 跟第二位的203 去做一個說明 其中的話,其實這兩題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202題 它不是直接去抓網站的資料 而是直接它已經給我們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是read.html 也就是它本身是一個檔案 它不是一個網頁 不是一個直接連線過去的一個網頁 它的需求是希望轉成csv 所以等於第一個,你要先把read.html的檔案先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還是一樣要分析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大概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下載 如果不是下載,如果是檔案就開起來 把它讀取 然後第二步驟的話,當然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分析 分析你要的東西在哪裡 第三個就是輸出 就是把最後你得到的結果 它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你把它輸出 比如說它給的資料 它最後輸出就講這樣 然後它需要是一個csv檔 它的檔案,我是已經把它解壓縮 上次跟各位講過 就是把它解壓縮之後放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檔案的話,它其實我們要的資料 你可以往下拉 當然它是放在這裡 這個區塊 那當然如果你用流感去開的話 基本上看到的東西 當然就是很 那你如果以前的方式 你可以ctrl-c,ctrl-v 不過它當然現在不是要你ctrl-c,ctrl-v 而是希望你用python的程式去抓取 所以如果你要用程式去抓取的話 程式看到的其實就不是我們看到的 程式看到的是背後的東西 按右鍵 檢視什麼 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 那當然你可以 不過我這個方法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檢視原始碼 其實也可以看到我們要的東西 它大概的位置基本上在這裡 就這個區塊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區塊 Table 有沒有Table class在這裡 不過我前面有講過 解釋原始碼 這個方法 固然也是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的 網頁的原始碼的位置 只是說如果你要透過這個方式來看 真的還蠻辛苦 除非說你對於HTML網頁 有一點基礎了解 否則的話真的還蠻累的 所以後來我有跟各位講過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你可以不一定用那個檢視原始碼 你可以用檢查 那檢查的技巧就是說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呢 我們需要的資料是在那個 日期 那我知道說 我要的資料在日期 所以左上角的位置 找到之後的話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按右鍵 檢查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找到的這個 它會自動幫我們把什麼 把你這個區塊 在這個原始碼裡面的位置 直接就告訴你 那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它右邊的這種呈現方式 OK 不過我覺得可能同學 剛開始還是不太習慣 那其實這個方法 用來解析網頁呢 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就不用說 從頭到尾去看原始碼 而且有些網頁呢 太複雜了 你光看那個網頁的原始碼 我看你就頭暈了 那用檢查 這個什麼呢 的方式 它很快就跳過去 再來的話 你就是什麼 找到那個位置之後 往上推 理論上會看到 一般它的框架有沒有 那你可以什麼 透過滑鼠游標停的位置 那停的位置呢 再注意看左邊 有沒有 比如說你現在T8D 就這個區塊 Table 就整個區塊 有沒有 那你可以透過呢 滑鼠游標放的位置 左邊顯示出來的區塊 如果左邊的區塊就是你要的 那應該就是這個東西了 那你就可以先把 整個原始碼先抓下來之後 再去抓這個區塊 就可以了 OK 大概原則這樣 其實我覺得 倒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點 因為 像我自己抓網頁上的資料 也都是這樣的方法 有固定的邏輯 固定的步驟 那你說這個方法 OK 理論上大概 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網頁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除非說它 這個網頁 所以本身有很多的保護機制 那大家應定當別論了 OK 所以呢 我們就找到 之後的話呢 油管再往上推 就這個啦 通常是什麼 通常是Table 要不然就是DIV吧 比較多 為什麼 Table就是表格 那DIV就是一個區塊 反正不外乎就是 那個Table那個表格資料 很多欄 OK 那DIV就是那個區塊 那一塊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樣 先去抓整個下來 然後呢 再去抓第二步 就是再去抓這個Table 那Table之後的話呢 因為它 Table裡面整個抓回來之後呢 我們還要抓裡面的資料 它分別放在TH 跟TD裡面 那TH只有兩個 所以比較簡單 你就不需要 特別還寫個回圈 你乾脆就 它的編號是0跟1啦 就抓回來了 然後呢 TD的話是全部抓 不過全部抓有個問題啦 就是它的編號 剛好01 然後後面這是 0 1 2 3 也就是說它其實 抓回來的時候呢 會在同個串列 但是你輸出的話 變成 你必須要把它分成兩個 兩個串列 兩個串列 或兩欄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開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 要不就是用 step加一個 0.2 要不就是抓 加一個 那個邏輯判斷 讓它判斷說 i的值呢 如果 這個 除以2之後的余數 假如為0的話 那表示它是 0 0 2 4 6 的這個位置 那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抓日期 那如果 除以2之後的余數為1 那就是 1 3 5 7 9 有 那當然你可以用 兩個方向上 這樣就講到 那分別找到之後呢 再把它輸出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呢 這個是上次的 第一題 那答案的話 其實這邊也有啦 你們可以從那個 雲站白板上面看一下 這個 應該是在我們的 202題的 這個答案部分 那202題的答案呢 我是把它放在 這邊吧 所以上次 就是做成程式 我也把它截圖下來 重點截圖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 把檔案 把它開起來 那特別注意啦 開起來是用這個 Read的方法 Open 然後這個檔 然後呢 如果要解析的話 必須用Beautiful Swap 那如果說 你要把所有的原始碼 抓下來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先把 F.Read 其實F.Read 裡面放的呢 就是所有的原始碼 就是那個網頁原始碼 那我們丟給Beautiful Swap 幫我們解析 所以呢 第一個會得到一個 SP的Beautiful Swap 物件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利用這個SP裡面的Find方法 做什麼呢 找那個什麼呢 第一個是標籤 什麼標籤 table嘛 第二個的話呢 是他們的class 這個訊息的話 其實 就是可以從這邊可以找到 不是原始碼 從哪邊可以找到 從這邊嘛 table 有沒有 跟這個data table2 有沒有 你點亮一下Ctrl-C貼過去 Ctrl-C貼過去 我是建議你把它 把它用複製貼過去的 比較不會錯啦 因為如果你自己打的喔 只要你打錯一個字喔 那當然就可能會找不到你要的東西 那找到這個區塊 所以喔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區塊喔 幫你把它先抓出來 然後呢 再從這個區塊裡面 再一次解析 所以呢 找到之後的話呢 再解析 那我們其實就是 先找到嘛 找到先 那裡面只會有一個 所以呢 我們用Find OK 所以特別只有 只會有一個 那就是Find 那會有很多個就是Find 所以比如說SP 基本上呢 主要就用兩個方法 其實就很夠了啦 OK 那 所以呢 我們假設 這個Data Table Table 2只有一個 如果你要驗證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Ctrl-C Ctrl-F 尋找一下網頁 然後呢 再去找什麼 找TH 然後呢 把這個標題先輸出之後 再去找TD 然後 如果說你要跳著輸出的話 我這邊是加一個豆點2 然後呢 先輸出第一個 再輸出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I加1 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比較取巧 程式比較簡短 另外呢 我上次有講到另外一個 用邏輯判斷的 判斷它的I的池 是不是奇數或偶數 如果是偶數就日期 奇數的話呢 那就是裡面的匯率 那我們就分別輸出 這樣也OK啦 兩個方法 還是這裡 好像這邊有啦 就這個 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 就是加一個豆點2 這個豆點2的話呢 其實就是跳著輸出啦 就是說先輸出0 再下一個的話 跳兩個 就是到2 然後再跳兩個 變4 所以0 2 4 6 80 意思就是說呢 輸出的是偶數部分 那如果加1的話 那意思是什麼 先輸出0嘛 所以0加1 那不就是1嗎 所以是輸出0跟1 然後下一個的話 就2跟3 這個方法 也可以 另外一個方法啦 其實也蠻長的 就是求余數 除以2之後的余數 這個方法也是另外一個 這個還蠻常遇到的 給邏輯判斷一下 不過當然比起來的話 程式上面的方法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下面的方法當然是層次會稍微多一點點 可是有的時候啦 我是覺得程式到底怎麼寫會比較OK 有的時候我是覺得取決於 你哪一種程式邏輯你比較能夠接受 比如說上面程式雖然短 但是你沒辦法接受 或者你將來寫寫不出來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用下面的方法 不然的話呢 即便那個程式很簡短 但是將來你可能會寫不出來 或者有可能會寫錯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寫 多寫一些也沒關係啦 我覺得 可能在程式的撰寫上面喔 正確性喔 可能還是遠遠比精簡來的更重要 我覺得 因為有的人寫得很精簡 但是很多BUG 他也寫不出來 那我覺得你幹嘛 你多寫幾行也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啊 你說喔 是那個程式看起來會執行比較沒有效率 我說 如果差沒有一秒鐘以上 你根本不用care啦 現在電腦都那麼快 現在取決於你不要寫錯比較重要啦 所以喔 程式要怎麼樣不寫錯 這件事情恐怕喔 也是值得思考的 不然你學了一大堆之後 寫不出來或寫錯喔 那等於跟沒學好像也差距不大 OK 所以要怎麼樣寫得比較正確啦 然後 這個寫完之後的話 最後其實就在存檔 存檔其實就是兩個啦 一個是產生S 一個呢就是把它存檔 大概就這些啦 所以 回去的話 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202題稍微演練一下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通通不要看 只看題目 因為你沒有拿到那個書嘛 書有題目啦 你就答案都不要看 你就看著題目呢 把最後他要的結果 如果可以順利做出來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的 OK 那如果不是 那你就看一下你卡住的地方在哪裡 你加強那個卡住的地方 我想應該慢慢你就可以 越來越熟練了 OK 會不會從頭到尾都卡住 那你就慢慢看吧 我覺得這個 就是一個關卡吧 如果說呢 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其實一樣啦 我有把那個影片 把它錄製下來 所以也有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我的YouTube上面 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那上次好像剛好有一個影片 在發布的時候 忘了把它發布 所以好像第六個漏 所以馬上好像 剛 隔天馬上有同學 這樣蠻認真的 一看喔 老師少一個影片 喔 看起來對 果真是少一個影片 跟我講 我就馬上去把它做一個 修正一下 因為難免啦 說真的 其實我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我必要要做的 OK 因為課程內容設計 沒有要求老師一定要產生影片 也沒有要求老師一定要錄影 那我之所以會做這件事情 是真心希望你們學會 我不怕你們看嘛 如果我擔心你們學得太快 那變成說 那我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 OK 因為我就怕說你們學不會啦 所以我上我的課的學生有一個狀況 就是大部分都不會再上第二輪 因為一次就都影片都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學生看起來 好像因為會有點少才對啦 不過我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啦 不過看起來好像也當然 也沒有那麼空 在疫情期間好像也 有些課也基本上也都有開起來 本來我在想說 進階這一門課會不會沒有開成 因為第一個 上進階的學生應該不多 第二個的話 大家應該 疫情期間 大家要來上課的意願應該會降低 沒想到好像還好耶 就是都還是有招滿 好啦 不過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各位不吝嗇的給我一個讚吧 就是上面有個讚 看完 原來老師你做這些很棒 讓我感覺到大家都有在按讚 那表示說我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不然的話我覺得做這件事情好像 到底有沒有這個效益 都看起來齁 其實我還是會看你們觀看次數 你們有沒有認真齁 其實我還是會稍微 其實我 你說我不在乎嗎 其實我當然很在乎 有人看種 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說看的很少 那你當然會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觀眾 OK齁 不過不管 另外的話其實我還有特別加字幕上去 有沒有 加字幕的話以前是要跟著打字 我講什麼 我要跟著打字 那你想說 哇事情太快了吧 你整個晚上不用睡覺 我們在那邊打字幕就好了 我跟各位講齁 其實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也是拜Python之所次 因為Python裡面齁 就可以引用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很簡單 就是可以把影音裡面的聲音部分 擷取出來 它會直接幫我轉換成文字 而且精確度還蠻高的 那這個背後其實透過Google Google有一個模組 它其實就是幫我轉換這個動作 轉換完之後 我再把它輸出成字幕 這樣我就可以很快把字幕掛上去了 所以你們看影片 理論上上面應該會看到字幕 但是後來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還是會有錯誤 對會有錯字 錯字是這樣 錯字還是要花時間校對 但是跟各位講齁 我已經盡力放字幕了 但是校對可能就沒有太多的心力 所以可能你看到錯字 你大概意思知道就好了 因為它這個正確性已經還蠻高的 但是難免還是有一些 沒辦法辨識出來的地方 我現在還在熟悉 那知道如果它裡面有AI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訓練它 讓它的正確性越來越高 那將來字幕就會百分之一百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是上一次上課的第二題的部分 另外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講那個二零三題 所以二零三題部分的話 其實 所以剛剛講的這部分 再來就是二零三 所以如果你有二零三的這個概念之後 二零二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二零三 那二零三這一題 基本上跟二零二最大的差別 就是二零二它是一個檔案 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read.html 然後呢 所以我們要f等於open 把它open起來 那二零三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接近我們實際上工作用到的 因為我們一般工作上 當然應該比較少人會直接寄那個html檔案給你 應該是直接給你一個網址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假如說用一個網址跟用一個檔案 它最差差別就是說 如果是檔案就f等於open 把那個檔案開起來 那如果是一個網址的話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看到一個網址 那你就要想到一個模組 就是叫做request 它有個方法叫點get 點get的話呢 意思是把這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全部都幫我抓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二零三的這個題目部分 這個答案部分的話呢 跟二零二的最大不一樣 就在這個地方吧 所以二零三的答案在這裡 那開頭的部分呢 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開頭就是用request.get 然後後面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加什麼 加上它的網址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個request的功能 你可以想像成它就是一個虛擬的模擬器 也就是說你把那個網址丟給 這個request.get後面給它一個字串 因為網址 它就幫你把那個網址裡面的原始碼 全部抓回來 也就是說它幫你抓回來的這個.html 其實裡面就等同是幫我把這個網頁按右鍵的那個 檢視原始碼 把這些東西全部抓回來的意思 抓回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做後續的解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網頁抓回來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呢 它要我們輸出的結果 這邊有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就是一個標題 然後減號 再來就開出順序 然後呢把後面這些號碼 分別把它抓回來 總共會有六個加六個 這六個加六個呢 實際上就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哪裡呢 那你可以往下找一下 它其實基本上 這邊有個區塊 這邊有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 這個是第三 第三 第三 第四 這個好像 是不是 應該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二第三 第四個區塊 那我們要的東西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號碼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要找這個區塊的話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它號碼是 44、25、18 一時類推 一直到23 這個是前六個號碼 後六個號碼就是 14到41 那一樣的方式 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就是先找到你要的資料的左上角 反正你就是看44也可以 按右鍵檢查一下 所以其實呢 將來不管說你要抓哪一個網頁 的步驟都差不多一樣 先找到你要的資料的左上角位置 按一個右鍵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找到你要的資料的位置之後 往上推 推到哪裡呢 推到就是它整個選取你要的那個區塊 那就表示說這個區塊是你要的 我推到哪裡呢 基本上推到這裡 這個有沒有 我把游標放在這裡的時候 它會告訴我說 你的區塊在這裡啦 那你會發現呢 它其實不是一個table 它的那個標籤有沒有 它叫做DIV 所以什麼叫標籤 我前面講過 就小於開頭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找標籤 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找類別 類別的話是什麼 class等於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給這兩個訊息 大概就差不多可以知道 再來的話呢 我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到底這個class 它是一個還是多個 有沒有 如果你是一個的話呢 像剛剛202那一題 它其實它的class好像什麼 什麼data table 它只有一個 data table 2好像只有一個 那這個的話好像有多個 那我怎麼知道有多個 我好像有跟各位教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的話 就把它點兩下 有沒有 class的這個地方 點兩下 Ctrl C 然後呢 再Ctrl F Ctrl F 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Ctrl F它會出現什麼東西呢 就會出現 這個呢 會幫你把它帶到這裡 下方這邊會多一列 這一列的話 意思是說 它幫你呢 找了整個網頁的原始嘛 然後呢 會告訴你說呢 你這個class的名稱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 曾經出現過幾次 如果出現一次的話呢 那你就用fine 如果你出現多次 那多次基本上就是大於1 那就是用fine all 第二個的話呢 你還要知道說呢 你要的位置呢 是在出現的第幾次 那第幾次 因為它是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是出現在第幾次 總共四個match 有沒有 那我們這個是在第幾個 你可以按那個上跟下 上一個 有沒有 是這一個 上一個 下一個看一下 下一個就第一個 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也不是 第三個呢 其實3也可以喔 4好像也可以喔 所以呢 其實它出現 是在3跟4的位置 3跟4好像幾乎一模一樣 ok 所以呢 如果是出現在第3 或第4的話 那我們假設抓3 那我就是中瓜符 有沒有 那個串列的所影值 裡面就給多少 給2就對了 因為它從0開始 0就是第一個 1就是第二個 然後我們在第三 就給2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說 把這個東西抓回來 那抓回來做什麼呢 再去做裡面的解析啦 所以也是換個道理 其實喔 大概分析下來 網頁基本上就是這樣喔 先把整個先抓回來 然後再去找到你要的那個區塊 再去從你要的那個區塊呢 去找到你要的東西 你要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號碼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在第三個 然後它 我們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它一樣有DI 所以把這個區塊抓回來之後 再去抓裡面的什麼東西呢 號碼 那號碼放哪裡呢 喔 放DIV裡面的class 然後class名稱就這一個 所以你就把這個class名稱給它 那就把這些號碼全部抓回來了 喔 總共你會發現喔 前面有六個號碼 0到5 所以0到5一個區塊 0到5好像就是開出順序 然後呢 再來就6到11 好像就是大小順序 所以我就什麼 把它再排版一下 最後再輸出特別號 這樣就OK啦 所以至於要怎麼排版喔 當然也其實也沒有一個所謂標準的答案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排 會比較簡單 甚至你可以想想看用formets 應該還更 可以把程式寫得更精簡喔 那至於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參考上次的 我們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那個程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然你們也可以再換一下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你可以必定抓那個大樂透啦 其實你甚至可以到那個台灣彩券的官網上面去抓 然後可以抓什麼 抓威力彩 有沒有 抓什麼六合彩 抓其他的彩 那你要怎麼放 隨便放 反正你只要同樣的道理 把東西抓回來就可以了 那其實要改喔 理論上就只有改那個什麼 改應該是改上面這個啦 contentbox02這個 我們應該是中國阿福二有沒有 那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威力彩 它是放第幾個區塊 你改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它裡面的號碼又全部抓回來 好 OK 所以這個的話呢 請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反正你說你要怎麼樣成為一個爬蟲高手 反正就多練習嘛 就跟打掛一樣嘛 遊戲你要怎麼樣讓自己這個功力變強 那就是多找一些難力 不過剛開始你不要找太困難的網站 否則的話真的會 大魔王一下就出現就掛掉了 也許你剛開始可以找那個比較簡單的 就像這個台灣彩券喔 網站也蠻簡單的 OK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先把那個202跟203 它最重要的部分喔 先把它掌握住 如果你這兩題喔 能夠把重點掌握住的話 我相信你以後再做一些爬蟲的話 應該會越來越有心得 那因為呢 現在大數據的時代喔 所有東西慢慢都放網頁上 所以有的時候啦 有些公司喔 可能會給 像前面我們上次是CSV Example 或者是Jason 那有些公司跟你講說 我的東西就是在網頁上 如果你要取得資訊的話 請你到我們網站上面去看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每天都要抓那個網頁上面的所有資訊 比如說像金融業好了 金融業所有的像什麼 股市、匯率、期貨有沒有 所有東西其實網站上都有很多公開的資訊 那當然如果說你會很快速的把這些資訊呢 大量 而且這其實你會發現喔 光銀行匯率好了 全台灣就多少銀行了 對不對 那你如果假設你可以寫個程式喔 它很快就可以完成事情了 可能也許你要花一整天的力氣啦 甚至你寫程式OK一點的話 甚至根本不用一個小時 所有的網站的資訊呢 通通都下來了 OK 那再來你會多很多時間出來 做應該做的事情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 上次上課的202題喔 跟203題喔 稍微再把那個 比較不熟悉的部分喔 再稍微了解一下 我覺得就是 可能大部分同學喔 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就是對那個題目啦 所以我是建議你 如果這些這些題目喔 假如說還不甚了解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那個 題目部分先稍微閱讀一下 那題目呢 你在書裡面也有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我這邊有放 是在第二類的部分喔 202喔 這個美元的收盤匯率 跟203台灣彩券 那延伸的練習部分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啊 美元其實跟匯率有關 所以你如果要再練習的話 當然還可以再找其他銀行 像這個是中央銀行的 你還可以再找什麼 台灣銀行啊 或者是說什麼 其他像玉山銀行啊 或者是其他的喔 不管是泛光股的銀行 或者是說一般比較私人的銀行 其實你都可以試試看 都一定有網頁嘛 那你可以試著把資料抓下來看